hated 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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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们那个西啤木大道那个 蒂老师来的那是什么 我儿子甜花去 结他去了 总头 结他去了 叔 那什么你 你帮我忙 你先借我一万块钱 干啥呀 等一会儿 毕老师来了 趁这工具 我还要给他顶是吗 没用你事 没用你 顶啥也能要你钱吗 他不要是他的事 咱也不表示 那不咱们差事吗 你别那么大个主持人 上这农村来了 夸他收你一万块钱 你咋想人家的你 他不要 不就更好了吗 不要当着我就拿晃一下 我就拿回来 咱眼前乱消了 你这欺验你 行 正好压袋跟我拿回一万块钱了 我借你啊 这个钱他如果收了就算我的 好不好 叔啊太谢谢你了 用不着 你说到时用这事 我怕耽误孩子钱 没事 行吗 到时来你比划一下的吧 也是白比划 叔你说这钱 是我给你还是孩子给你 你交代儿子 让儿子给 那好 还是 参谈注意 丁老师来了 哎呀 哎呀 老哥 哎呀 刚下回击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挺好的是吧 挺好的 你气色挺好的 好气 家里都温暖吗 是 地球都变暖了 哈哈哈 妈妈 你还长一年份是吧 是 都当老爷了 不是 一年是 连我爹都喊我姥爷 我们去接你一下 没关系 没关系 不用可以 老哥 怎么了 去年怎么了 得上大病啊 什么悬透了 在上海 我都去那边了 走半路 人家通知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 说是缺组织人 我去 我到那边主持节目啊 您去给我当嘉宾啊 来来来 是热吗 对 屋里是热 挺好的是吧 他不是 他热 他是 阿尔尼诺效应 他这个气候 他整个一说 他这个气候 他整个一说 哎 顶上了 顶上了 顶哪上了 顶头里了 他看着呢 没有 你干啥呀 他顶上他看着我 你能不摆顶了吗 那干啥呢 他说我不不抽烟 那啥 那是不是有点冷呢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呀 没有 你这这天啊 这东北现在冷啊 我这热雾了 你看你这都走冒汗了 那什么 你把苗拿来 垫屁股上 看个兜有啥怕鸭子 来来 那哪有什么怕鸭子呀 这什么啊 钱 指定是钱 钱 钱 哦 哎呦我真不60 那个 我媳妇 你看你走那点事里那么1万块钱你不知道往哪放我找着地gging 在那外衣兜里头 我到了到了 这就是我媳妇的电话 收了 拿什么什么收了 你说什么呢 给媳妇打电话 对啊 不说别的了 不是到我这来吗 咱不说看一个那个孩子 说他有点本事 林蛙 哪里林蛙是蛤蟆 叫田蛙 我还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是田七 他爹 他爹啊 他爷俩 田姬 都跟你两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进门 不是 他叫田蛙 这是田老七 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 要看看呢 是有什么本事 别看了 没用 怎么没用 就是就行 他也去不了北京 去去得了去得了 只要行 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 需要参赛选手 不是老穷了 去钱路费都是问题 经济上比较接近 因为现在还有机会呢 这刚拉的 不用了 我呢 我带了一万块钱 我先给电上 路费 我快回来了 我去了回一段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 那没事 那行看吧 放心大胆的 来吧 看看有啥活 别老激动 别老激动 立正的 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简单的一些热热身 需要热身吗 先热身 我一会儿 你这还现在折腿怎么不那么厉害呢 你折腿 能来点连串的 快 我太厉害了 来点钢钢弄的 来 上 干啥呀 干什么 这翻这么高啊 哎呀我的妈 哎大兄弟你怎么上座上 我上了 你本事太大了,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不是,这本事还不算大,这都能翻译,我跟你说,他就一下生那天,我跟你说,我就问大夫,我说生那姑娘小子,大夫说,没看清啊,一生就上树了。 你别插话,你拿下来,你把那凳拿拿干啥,你瞎着人家,还要上那番子。 告诉我,就是天赋,跟我去学,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去学,大兄弟,你也有功夫啊,什么话呢,你说的,你那什么,我也有功夫,哎呀,哈, 老哥,赶紧吧,拨电话,120是多少了,老齐,你说你都多余点事,这麻辣碎撑啥呀,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不再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起来两个,起来。 你别说,你也可以,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主要是,气质,哦,这还气质,不是,您这两项子跟谁学的,不是,我是跟我爹学,他那主辈传,他爹更厉害,他爹是从房上往下发,哦,死的老惨了。 那个,像我们习武之人,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不是,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哦,好了,我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他爹会主持人啊,哈哈哈,这老哥,你真幽默,我发现了,听我啊,他们说他,那个,你这样,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好不好。 好,能唱歌,需要的就是唱歌,你都能唱谁的歌,好不好。 你愿意听谁的?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 那唱不了。 哦,调太高上不去是吧? 他那太低,压少了我。 哇,那个中国歌,我看,就别唱了,他使不上劲呢。 你这样,咱们来外国的,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鹰,司法兴格的,来,来一段。 不是,那是谁,那是萨玛兰奇。 别扯了,哇哦哦,这是阿凡达了。 哇哦,那个,那是帕瓦罗蒂。 对,来,帕瓦蒂的,快点。 那个,正经唱啊。 好。 没得大了。 嗯。 起高了。 不,没事,没事,别紧张。 我旅然没有太高了。 太高了,您好。 那么,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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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回,要我,要我儿子在,在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 海螺音。 祗老师,她说错了,那叫海豚音。 哦,海豚音。 对,叫俄罗斯那个,维那斯唱那个。 维塔斯。 维塔斯。 来,来。 呃 拭我看了孩子们 别紧张 家里人 你说看 没有 演乐 这回你把你 Musa ftdw 啊 哎呀 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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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兰风情 怎么样 想听啥 所有乐器全会 还有一回乐器啊 你别动了 足矣了 别吹了 你啊 小伙伴 叫田 田娃 你就等一下 过了年之后 去北京 谢谢你 别当心 你干啥呀 我就先去 到乡里去 乡里去 你儿子不在那等我吗 不是 他定去北京了 去啊 过了节就去啊 咋去啊 坐飞机吧 咋去 飞机随便坐呀 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 不是 刚才你忘了就买票困难了 哦 哦 我说说说 哦 哦 机票钱是吧 哦 要那 哦 哦 哦 那个 就这样 那个 一个人从这到北京往返2400 4000块钱 就差不多 哦 完了之后回头你把我发票给我了 不够 咋够了够了 觉得够了 我俩是组合啊 他爷俩组合啊 人家他能去吧 他没去过北京 我说情况大到这么多年了没碰见爷俩组合呢 那八千 八千 好吗 不用差了 那是一万 你怎么知道一万 我不去了 哦 你这 你八千块钱 你们俩路费 老哥想跟你说一下 你看这一年你为新光大道操了不少心 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 我本来想表示一下 来匆忙 没法 没法表示 还有两千呢 老哥你随便买点 行 你去吧 那这 我也是他们等你 你就吃饭 什么回来了 人 我说那人都回 好好好 我先走啊 走好啊 我抓紧时间 欢迎你们 再见啊 没咱俩呢 看了吗多好事 事有办了 钱也回来了 哎呀 这这这两千是你啊 啥来呢 这不都我的吗 这不都我的吗 这这这这这八千是给俺俩路费 不是 我 你给我能拿一万块钱吗 啊对啊 你拿你拿那一万块钱 那什么让毕老师收了吗 收你不说 算你呢吗 你装啥糊涂 这不眼瞅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 信封可以给你啊 这信封 那我钱呢 你那我钱呢 你钱呢 那他不他不打电话呢 我这不掉地掉地 我这也不 我说 哦哦 哎呀 他肯定兜里还有一万块钱 是个他呢你 你赶紧去把这事给我挑回去 这事我没法去挑啊 我们这这都订完的事 我用我俩去挑 不得把人俩挑起来吗 还要你去免毕了时间 你说这准差一万块钱 哎 也不用免毕老师回来了吗 王哥 你给我玩游戏是不是啊 发现东西了王 我跟你说 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一万块钱 已经给了他了 我怎么还有一万块钱 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 没有 他刚开始啊 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 就假如说你来了 给你拿一万块钱 怕这事不准上 完了表示掉地下来 我你误会了 你以为自己带就揣走了 那赶紧凑回来吧 也不能要 那那一万块钱 那是你的 这是我的 来 大兄弟 你什么意思 你拿着 我说你收不到的钱 我跟你说 你要不收这钱 我跟你说 我们爷俩没法处理过 你要真不收 你干啥了呀 这真是 你逼人家犯错误呢 人家能收你的钱吗 就怎么用 他不说我心里能收底吗 我收 我收下来 这一万块钱 我留着 不是你这是收的 大兄弟 如果去北京 你们是第一次去吗 我第一次去 长城去过吗 长城没有 一鹤园去过吗 幼儿园去过呀 长城一鹤园 还有鸟巢啊 水利芳啊 等到新冠大道 录完巷之后呢 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野俩 那得需要盘缠呢 需要旅游费呀 这个是我的意思 拿着 行我领他们去 那我给你去 那时候我能找着 这什么 这人一排了 回去去老爷 那我就去 老爷 叫什么 半年了还叫老爷啊 太老爷 嗯 你儿子在等我了好吗 好好好 哎呀 就是 说你说这这一万块钱 要旅游 省点花能够不 我的回来了 这钱还不明白吗 还花啥旅游啊 不是 我发现 爷们 你怎么见钱就要呢 人家是 属于平常俩 旅游的钱 人家心 多涮凉了 人家 你俩装糊涂你 我不跟你俩说 来来来 孩子 你看明白 你你说说 这钱到他人 我看 我爸给我一万钱 一万块钱 给毕老师顶上了 毕老师又顶我爸一下 他俩一顶一顶平了吗 那我钱顶哪下来 你钱 你 那不给你两千块钱 我刚开始给你 爹拿走一万 你看着没有 那我不知道 为什么呢 我认了 行不行 我认了 这个事就这样 行吗 那个不管啥地 我拉上你孩子 可这培训一年了 毕老师不认 我也不可能上这来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顶上 爹 你应该给我爷顶上点 叔 你这么说 那么的 我就少去一个地上 我就给你弄二百块钱 你上去 拿我成功是吧 什么玩意 你兄弟 我爹 我爹头回这么大吗 给我都一块一块给 那我回去了说 我站住 你这样 你帮我捋一捋 你帮我捋一捋 我这一万块钱 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 你怎么回事呢 你从他们开始 你从进那屋 跟我借钱怎么借的 你来给你从头捋一下吧 好不好 就是帮你找找的钱 对对对 我来起来 我那个 我叔叔 跑着来 那你得看吧 怎么个过程来 我这找不着 我钱从哪儿去了 你看 我 我叔叔 隔着俩上来的吧 对不对 我说叔 我说那个老毕来了 我儿子呢 接他去了 接他去了 我说叔 你借我一万块钱呗 你干啥呀 我给老毕表示一下 也不能要 他不要 那是他的事 你别用这事 当我儿子的前途嘛 你这么的 他如果要这钱就算我的 行不行 对你说完这句话 你确实这么说 完了完了 你就借我的吗 钱 跟哪儿借的 可是抽钱你拿的吗 钱呢 钱 就在这里做老毕 你被拽出来的 啊 嗯 我 我说叔 你借我一万块钱 啊 不借 爱上哪借上哪借 不借啊 不借啊 不对 你借我了 我现在不借啊 这借钱的人太不准声了 差点没给我回走了 还借啊 谁来也不借了 你该爱哪借哪借钱 不是 问题是什么还没演完 还得我还演呢 没演完呢 演不是这个钱 这是老毕那钱 那是这个钱来 咱重演了 别啊 不能演了再演咱 这钱也没了 赶紧回家吧 没演完你 你也演了 赶紧回家 拿着我 你还跟我俩 你还差点没 扯着我一万块钱 看完不过瘾 看完还想看 赶紧关注 孝心小品 微信公众号吧 其实很简单哦 首先呢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屏幕右上角的小家号 然后选择第二项 添加朋友 再点击最底端的公众号 然后在搜索框里输入 XX335858 记住是XX335858哦 然后我们点击搜索 孝心小品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啦 我们进行关注 关注以后进入公众号 点击屏幕下方的往期小品 就恭喜大家 成功进入我们免费观看的见面啦 这里的相声小品视频 都是最新幽默搞笑的哟 喜欢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忘记 我的微信公众号 孝心小品XX335858 美女小编每天晚上都会更新的 一定要记得来关注观看哦 等你哦 拜拜 呢 吗 你是 你 不